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章鱼的玩具 今天我们继续说星战的威缩载具 但是今天我们说的既不是这款12号的ATM6 也不是蓝色中队的XZ战机 是这款第10号的AE战机 我这个长得真像鸭掌 我几乎对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印象 红掌波 然后我还是百度了一下 说这款造型超犀利 然后性能极强,速度极快 在战争中很多战役里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尤其是恩多战役,绝地归来 最后一部就第六部的《星战的电影》里面 说是也起到巨大作用 然后我就去电影里面疯狂地去找他的片段 一两秒,连个全景都没有 当然如果有小伙伴知道 他在有比较完整的电影的片段 可以告诉我们在几分几秒出现 说是别的在动画或者是别的作品里面 也有其他的型号或者是配色出现 总之就是很强的一台机体了 但是我就没什么印象 好的,我们就先走看一下板件吧 大片虎色 我跟你说,收到 我跟你说喷涂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喷涂的 我就手涂,我就涂得稀里糊涂,乌七八糟的 我也要手涂 好,板件的部分这次比较偏奶白色 对,之前一直都是那种灰白 这次是那种比较偏白了一点 你可以看到挺奶白色的 嗯,然后就奶白色 奶白色 奶白色 我气凉哎 奶白色 好,这次还好 至少这次都是比较大块的 而且方方正正的 不像上次我们做的那个绝地星际战机 它那个好多小碎的地方 哇塞啊 简直就是要新鸣呢 好,那我们就迅速开始制作 哎呦,喷涂真香 这次还是不得不使用了喷涂 它大面积的这个红色啊 如果是手涂啊,肯定会造成那种激漆 就是让那个颜色不均匀什么的 发色不太好,有笔痕啊 各种各样的不太好的情况 上期不就是那个手涂 哦,对对对 遮盖的那个东西啊,比较简单 然后呢,用喷涂以后 装是比较有规则的 大块一些 也不是那种乱七八糟 就是周围也比较那样 而且主要是那种 撕那个遮盖纸的感觉 还挺爽的 来,我们再来看看这款 A1战机的细节啊 有一点点可动 我们来对焦 看到这边的这个 周边的这个镭射炮啊 是可以上下转动的 360度旋转都没有问题 这小炮还挺可爱的 接着呢,在引擎的后部啊 能看到大量的这个细节在里面 能看到很多细节 看到没有 通过渗线以后啊 可以达到非常丰富的 这个细节效果 这次呢,我还使用了 这个棕色的渗线液 所以就 但是上,就是上面棕色的渗线液 就是让这个整个都很黄 偏黄了 黄不拉稀的 对,我开始以为是 你把这个白色的涂了一层 黄色的,就浅黄色那种 其实是均式的棕色渗线液 而且就是我们之前啊 使用那个大量的 那个填功的渗线液 不是会造成饼干化吗 这次呢,我们大量都使用了 军式的渗线液 就没有那个饼干化的情况了 来,我们把那个封面图拿来给我看一下 领一下 哎,封面图就是那种很冷色调的 嗯 就灰啊 然后这种渗线液 被我们做成暖色调 一种温暖的感觉 这次我是看了那个官图啊 老B他还有用那个官图会有些宣传嘛 他那里面就使用棕色 所以我模仿他使用棕色 虽然说和我们这个封面不太一样 但是整体这还挺好看的 嗯,那我们就拿到架子来总和一下 好的 本次的AE战机 流线型的这种像超跑一样的造型 而且引擎的部分很大 就说明他很快 嗯,造型可以说非常的前卫 对,就像我们上一期 压长造型 不要贬低他 就像我们之前做的那个绝地星际战机啊 也是非常的酷炫的 可以说,哇,老B的这个设计 不是老B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星战的设计非常的经典 打你的发发发发想 好,那我就非常期待下一款的这个制作 对 我们就像下一款星战机械收藏微卓载具 我们进发吧 好的 那就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